根据加拿大主流媒体的消息 美国军方将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关键矿产项目提供资金 以加速北美的关键矿产工业的发展 破除中共的垄断 加拿大CBC近日报道称 美国迫切希望在电动汽车、电子产品 和许多其他产品所需的材料方面 减少对目前在这一领域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共的依赖 并根据一项名为国防生产法的计划 播出上亿美元推动此事 上周五 在拜登总统离开加拿大前 白宫和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宣布 两国的公司将有资格在今年春天开始 从一个2.5亿美元的美国基金中获得资金 加拿大官员已向美国提供了一份清单 其中包含至少70个可能合格获得美国资助的项目 拜登表示 加拿大的半导体项目 将有资格获得另一项国防生产法计划的资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妮 加拿大报道 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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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卶ela礼心